2001年出道的三人混身团体乌龟 曾经创造出许多像是冰狗 皮鞭记 唯一蕾等多数的热门歌曲 也得到许多粉丝们的喜爱 就连张韶涵与潘伟博合唱的快乐崇拜 也是翻唱乌龟的come on 但在2008年身为队长的turtleman 突然因为心肌梗塞而离世 这让粉丝们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但这个残红遍韩国的三人混身团体乌龟 相隔12年后再次已完全体回归了 MNET透过AI技术所呈现名为再次的新计划节目 由哈哈主持 是将大众所想念歌手们的样貌与歌声 透过AI技术进行人生复原 人脸在制 投影等 在现一人生前样貌的音乐节目 以turtleman过去的照片与影片为基础 透过AI技术去认知人脸 也利用程式去学平常的习惯 与在舞台上所拥有的表情后 重新再让turtleman站上舞台回归 与透过AI技术重现的turtleman 一起站上舞台的成员Z1表示 看了舞台后心想怎么这么像还吓了一跳 而turtleman的亲哥哥则说 因为好像是看到生前的样子 我也差点不自觉就要往舞台上跑 思念者turtleman的粉丝与网友们也说 活着活着居然还能再看见turtleman 真的太感动了 也放出因缘版吧 所有思念者turtleman的人 看见利用AI重现后的舞台 都流下感动的眼泪 虽然音乐节目再一次是只有两集的特别气话 但看到这次成功在线曾经的歌手 也不禁让粉丝们开始期待 能够再次见到自己曾经喜欢的那位 以及离开的歌手们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速报 再次视频道 三个视频道 继续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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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讻